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关注者提出一个问题 问我们为什么学习古琴 而他对于古琴和古增 他暂时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取向 他也认为古增很好 同时也认为古琴很好 那么他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也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 因为古琴和古增都是中国传统的 非常优秀的乐器 那么他提出这个问题 问我们究竟为我们学习古琴 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简单一个回答就是因为喜欢 因为喜欢所以我们选择古琴 作为陪伴终生的一个乐器 那么从古到现在 在克维斯古代 很多贵族上至帝王将相 还有文人 出家人 隐士 对自己有很高要求的这个群体 都在推崇和学习传承古琴 这个层面的人士 对于古琴的爱好和推崇 都是举世公认的 这就是为什么古琴作为一个 中国所有乐器的代表 被记录在琴棋书画 这四个艺术层面的世卫当中 古琴作为一种收藏级别的 综合性的乐器和收藏品 在世界各地顶级的博物馆 还有收藏家的手里 他们都觉得古琴 是自己收藏品当中的一个荣耀 如果他们能够有幸收藏古琴的话 还有古琴的乐谱 是世界上所有中西乐谱 持续到现在还保留着古老的一个状态 还传承着 至于古琴 他的这个教学的曲谱 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沿用了西方的教学的模式 而且失去了传统东方的教学的特点 所以我们在传承东方 优秀文化传统的过程当中 从综合来考量 认为古琴确实是我们最推崇 最值得去接触的乐器 所以我们选择古琴 接下来 感谢观看